提醒大家最近海边风浪很大 前往溪水真的要小心安全 一群游客员担架骑到花莲西口华丽奖 结果却被强劲的海流带往了外海 越飘越远 没有力气滑回岸边了 海巡队获报之后立刻出动了船艇 将7个人全数救起再回岸边 还好没有人受伤 也提醒前往海边一定要留意海巷的变化 如果真的发生意外 也记得可以打118来报案 海巡人员紧紧抓着女子 终于让她平安上船 接下来陆陆续续也将她的其他伙伴 已拉上了海巡船艇 原来他们一行7人 开心相约到花莲西口华丽奖 却发生意外 一开始大家还想努力的往回华 但后来有一两个人体力不支 直接被水流带往外海 其他人想要搭救 却也被水流带得越来越远 一行人最后被海流带往了花莲西出海口 约0.3海里 还好最后在海巡人员的帮忙之下 所有人都平安地被救上岸 近年来立奖活动盛行 提醒大家 先前除了要确认安全装备 也得了解海流状况 就真的发生意外 也要记得可以打118报案 做好完全准备才能真的玩得开心又安全 华市新闻张义军专与杰 刘俊南华林报道 入口 烦